一山五里天下少 两院七中世间西 好,写得真好 哥,你在念唐诗哦 这不是唐诗 这是在形容高雄市大树区的知名地标 佛光山 这说明了佛光山位于高雄市大树区的一处山巒 这一山又有五里 犹如一朵莲花 佛光山建立时效法四大菩萨卑至愿行的精神 建立了观世音菩萨的大碑殿 文书菩萨的大师殿 大院地藏菩萨的地藏殿 大行菩贤菩萨的菩贤殿 中间的山林则建立了大雄宝殿 那当初怎么会在这里建立佛光山啊 1949年开山大师随着国民政府拨前来台 目睹台湾佛教教育不振 以及佛教事业偏重个人 为了中心佛教成为广大群众信仰的中心 在这样的宏愿之下 才有了现在举世文明的佛光山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